他這裡面不符合明確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實體上也缺乏正當性 同時他也應該要很詳細的用書面來序明他的理由 他為什麼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他處理得相當的草率 家屬為了要了解整個過程 然後希望能夠提供完成的資訊 錄音檔 但是這個新北市政府這邊一直以各種理由 說有涉及隱私或者是什麼的公務商 或者是有別人非關相關的事件的聲音或者是資訊 所以他就沒有提供 那這裡面我們覺得說 其實他是當事人也是厲害關係人 他當然有權力有資格去要求政府機關提供 按照資訊公開法的一個精神 所以他這裡面不符合明確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實體上也缺乏正當性 同時他也應該要很詳細的用書面來序明他的理由 他為什麼是這樣 也不是這樣 他處理得相當的草率 而且讓這個當事人覺得很不受尊重 就之不給 然後給出來的就是一個摘要 那所以還比不上我們看到的那個媒體所曝光出來的 那個完整的那個對話的過程 但是我想這個案例當中 也的確讓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正向的一個發展 雖然是漢市就是對於台灣跟其他國家防疫體系 帶來非常重要就是我們要重視兒童 作為醫療照護的優先的主體性這件事情 那所以衛福部在這個案子之後 也立即去放寬自行就醫條件 也正式的發布COVID-19兒童病例居家照護警訊表徵 跟緊急送醫條件 所以我想調查報告雖然沒有辦法 一定能夠完全寬慰到恩恩爸爸媽媽的傷痛 但是真的是非常深層沉痛的提醒我們 台灣社會 國人 包括各級政府 兒童緊急醫療權的優先性跟重要性 在這個防疫派遣中心 在恩恩案之前呢 他本身沒有接受任何民眾來自民眾請求的 這個送屋的一個需求 他接受的指令是在衛生局已經是確定個案 要送醫的這個個案當中 所以我覺得當初在宣傳這個防疫派遣中心 給我們想像以為是這個中心有非常 非常大的權力 只要是個案進來 他都可以送到要送的單位 可是在實際上我們看得到 確實在這送21過程當中 衛生局是才是主要下令的單位 消防疫只是附送的單位 那這樣明時相估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要讓行政同仁 都是要非常警戒在心 我們都要宣布不要給民眾過分的想像 但是沒有達到那樣的功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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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